廚房 廚房基本上的投資 是蠻高的 因為現在 那個 要有油煙的靜電處理 油煙的靜電處理 就是如果有油煙的話 他再裝一台靜電處理機 那靜電處理機 事實上不便宜 那種東西可大可小 便宜有 五六萬塊 貴有十幾萬多有 那個都是要做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油煙靜電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節油槽 就是水槽底下有一個節油槽 就是要把油脂跟水 分開 分開那個每天都要清 所以這些都要預估進去 這些都要預估進去 那節油槽是比較便宜 大概幾萬塊到幾千塊都有 好 所以 這個 有時候要預估在裡面 好在尊重設計師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這個要支付設計費用 我有個 學生 然後他要在那個 台北 有一個 一級戰區 就是東區那邊開這家店 開這家店 然後他是找設計師 找了設計師畫圖 我都談得很熱絡 好像 非他莫屬一定給他做 所以那個設計師就很熱心 畫了很多圖 畫了很多圖 那畫了很多圖之後呢 好 那我的學生也看到了 對不對 這些 但是那個設計師可能 比較菜鳥吧 他把這些圖都還沒收錢喔 把這些圖 全部給我那個學生 你知道嗎 我那個學生呢 好 就把這圖copy下來 copy下來 然後開始進行第二次溝通 就是報價 報價 但是 我那個學生 他把這個圖再給另外一家 公司 設計公司 報 一樣報價 聽說是給三家 那後面那兩家完全 都沒有畫到圖 依照他的那個 圖去做報價 我建議 最好 這樣比較不好 所以那個 幫他畫圖那個 心裡就很 這個 所以 還是要尊重設計師 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 好 這是 在施工 施工前的建議 那一般的估價 一般的估價 我們剛才有跟各位提到過 把它 分細項 分細項列出來 泥座 泥座就是水泥牆 牆面 包括 天花板 地板 牆壁 天地壁是三個 天花板 要不要敲 要不要那個 然後再地板 這個 然後再牆壁 這個 泥座 那一般如果你是 承租的 承租人家店面下來 一般房東比較不喜歡你去敲他的東西 去敲牆面 盡量不要 那我會建議 如果你是承租的話 因為 在合約上面都有一個 恢復原狀 如果你不承租的話 要恢復原狀 問題 什麼叫原狀 所以 一般人就把它拍下來 把它拍下來 你還沒租 租的時候 先把它拍下來 它的原貌是怎麼樣 到時候如果你真的不租的話 你可以 拆到某一個層面就可以 這是一個 好 再來就是木座裝修 包括定製家具 層架 隔間牆 等等 這些 或者是吧台 這個 這是 木座的裝修工程 好在水電工程 有電力 負荷 還有水壓 衛衣設備 等等 這些 我們剛才跟各位報告過 這些 一定要算過 一定要算過 好 然後在空調及其他設備 像電源 排水 消防 等等 管路這些 我建議 雖然他是專業在做 但是你要很清楚 因為你一裝修下去的時候 以後如果萬一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才知道這個管路是怎麼走向 電是怎麼走向 哪個 那個安全開關是 給誰用的 那你要很清楚 這個 好 所以這個配管 再來 監控系統 像監視器 保全 我覺得 這是保護客人 也是保護你自己 所以監視器一定要裝 尤其在收銀台那個部分 一定要裝 還有入口處一定要裝 因為多少一定會有糾紛 一定會有糾紛 因為有時候 消費者 有時候不是故意的 那有些是虛意的 因為 之前發生很多 像 他是點一杯泡沫茶 喝到一半的時候再塞一隻 那個什麼蟑螂進去 結果 他就拿到店家 要求要 要賠償 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要上 上媒體 等等 這一些 可能 你要自我保護 你知道嗎 自我保護 監視系統 講到這個監視系統 各位之前如果有看過一個新聞 應該知道 在高雄 一個 賣牛肉麵的 對不對 那個小菜沒吃完 小菜沒吃完之後 登到廚房 然後再撿一撿 再做一盤再出去 所以 要好有壞啦 所以以後對員工好一點 因為他是員工偷拍的 客人怎麼會知道 這個事情 所以你看那個新聞一爆出來 很快 很快 馬上關掉 馬上關掉 所以 如果你要做壞事的話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監視系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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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好 絕對不能這樣做 不是最好不要 絕對不能這樣做 像 監視系統 掛在 那個 收音台 有好處 因為之前 在台北也是有一個 年輕的小妹妹 去吃意大利麵 然後他用魔術的手法 結果一拍下來就知道 他有責 原本好像是 500塊 對不對 那個 那個事情 然後 要求店家 要求店家 少找錢 知道吧 會有這一種 因為 有監視系統會比較好 保全那個是主要是晚上打烊的時候 打烊的時候 這個 好 所以 監視系統 會監視 因為現在都蠻便宜的 現在很便宜 監視系統 還可以 遠端遙控 你有一台電腦連線的話 搞不好 這個 你在家裡 可以看到 看到店裡面的 動向 好 再來是家具燈飾 家具選擇 燈具 這些 該注意的 就是節能減碳 現在大概都是用 省電的 像燈管上面T8 T8 目前最新的 T8 然後 再就是LED燈 LED燈 然後你們大概都會做一個招牌 對不對 做招牌 招牌現在 材質大概有分三大類 第一個叫中空板 中空板 你看得到一條一條 中空板 第二個就是壓克力板 壓克力板 中空板 比較便宜沒有錯 但是容易 因為下雨九週 色塊會暗掉 然後呢 容易滋生 一些會發霉 壓克力板是 容易破掉 敲到容易裂掉 現在有一個是 無接縫 無接縫 這個 用兵 逼出來 這種招牌 那個可以耐12級 耐12級 那個 現在有慢慢比較便宜 因為很多人在做了 所以 他那個 那個面不容易 破掉 而且他可以耐強風 耐12級 然後呢 他燈打出來很漂亮 如果各位可以去問那個招牌的 你剛才講 無鬼接縫的那個 無鬼道接縫的那個招牌 這個 以前都用那種 那個叫藍牙日光燈有沒有 那種比較粗的 有時候那個是不是容易 容易 耗損 那種日光燈 燈管啦 容易耗損 所以有時候你常常看到那招牌有沒有 不是那麼暗一塊 這邊就是暗一塊 像 用這種T8的 就 不容易 雖然有貴一點點 他不容易 不容易壞掉 不容易壞掉 而且遠遠的打出來 燈很亮 再搭配那個無鬼接縫的那個 那個招牌 打出來很亮 打出來非常亮 所以 因為招牌可能要用 長時間的 打著你的名號 所以盡量讓他亮一點 會比較好 這個